你做过最恐怖的东西 最大胆的东西 最大胆的就是 吸XX 耶 1 2 3 4 5 5秒哦 我有看过一些主播就是很暴露 然后暴露到 就是突然间在那边 在那边甩他的胸部的时候 不小心那个衣服都被甩快 不能在里面吸烟 不能在里面喝酒 不能吸烟但是可以吸XXX 没有了联络 后来的生活 我都是听别人说话 哇 你敢说我敢播 欢迎大家收看 彬彬有礼 我是马来向南海郑彬燕 这样子呢 我的今天的这个彬彬有礼 就请到了一个大牌明星 阿雪特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雪特 你们好 对如果呢 平常有看我频道的人呢 都知道他就是 有常常跟我合唱的 我没有合作的作品有什么 我们合作的作品呢 最爆红就是肚子饿了 对肚子饿 15K了 其他的我就不要讲啦 肚子饿是比较红的 有啦还有那个 天辉 天辉也不错啦 对对对对 还可以啦 这样子呢今天呢 我主要访问他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找不到嘉宾 所以你找不到嘉宾就 对就从身边的朋友 难怪一直appointment 因为我 诶你几时得空 对我交他的时间交了很久 很难约 你懂吗 我今天访问你呢 主要是因为很羡慕你的这个工作 因为你的这个 因为他的这个工作很特别 你知道吗 他叫网络主播 就是 就是看网络赚钱的 而且这个行业是很特别的 因为他是 十年前应该是没有 没有这个行业的 可能是这五年才慢慢才兴起的一个行业 而且通常做网络主播的都是女生 很少男生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就由阿雪特来跟大家介绍 到底什么是网络主播 来请说 好 网络主播是什么呢 网络主播其实就是一个 靠通过app 靠脸吃饭 通过app 然后在直播里面表演你的才华 然后让更多人认识你 然后在里面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让大家喜欢你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啦 就其实在国外呢 有很多是在卖东西来赚钱 比如说那个口红一哥啦 可是我们这个平台呢 是在卖艺 卖财艺 对对对对 就在里面呢 用你的财艺来去吸引观众 可能你可以唱唱歌 跳跳舞 脱口秀 或者是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只是卖艺吗 有没有人在里面卖色的 卖色的话就 有吧 有些主播 其实我有看过 我有看过一些主播就是很暴露 暴露到 就突然间在那边甩他的胸部的时候 不小心那个衣服都被甩开了 我常常看到那种什么主播走光的 对对对 他们是故意的吧 直接看到乳头 对对对 而且我以前也是有上网看过这种直播主 然后呢 他们没有在卖艺 我完全就是看到他们这样 大家好 嗨 嗨 嗨 我就全程没有看到他在干嘛耶 就只是在 女生的话就真的只是这样子 这样就足够 对这样子就足够 只要你够颜值 你颜值够高你的球够大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女生就根本不需要靠努力 不用什么才艺 对不需要靠努力 只需要靠你的颜值跟你的时间 这样子男主播会比较吃亏 非常的吃亏 比如说女主播只是用了20%的努力 就可以拿到很多他们想要拿到的东西 可是男主播需要花70%的努力 才可以去得到我们想要达到的成绩 可是我很好奇耶 通常这种Apps 使用者大多数男还是女 其实大致上是男生会占多数 所以男用户可能就比较少支持男用户 对肯定 所以你要用一些方法 让那些男用户认同你 也喜欢你 认同你 去把他们掰弯 是吗 没有到掰弯啊 就是让他们看到你的不一样 就是他会觉得这个人很勇敢 就来看我直播的人都知道我在直播里面是 第二个人啊 其实我在直播里面有两个角色 一个就是阿薛特 阿薛特是很爱唱歌很爱搞笑的 另外一个叫做阿密特 阿密特是我的女神 可是我在直播里面的阿密特呢 是一个女神的角色 是戴假发的 然后在里面跳舞 在里面玩的很疯 只要你们敢叫他做什么 他们都会做 就是我都会做的 像过你做过最恐怖的东西 最大胆的东西 最大胆的就是吸脚趾 耶 吸脚趾是自己的脚趾吗 对 没错 怎么吸啊 你要示范一下吗 我不可以 你在直播的时候可以 现在没有给你吃 对对 现在你们没有刷我礼物 我怎么做呢 没有啦 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PK的环节 PK就是我本身跟另外一个直播主 同步 同时在进行这PK 我们是用礼物来取胜 看谁的礼物多 然后就是输的那个一定会被惩罚 所以对方很凶 直接就是叫我 好你输了你就吸你的脚趾5秒 就是直接把你的脚拿上来 然后就是吸脚趾 就是1 2 3 4 5秒哦 可是这个直播平台没有说限制 你们不能做一些太恶心肉麻 是其实是没有限制 但是你不能做 你不能在里面吸烟 不能在里面喝酒 不能吸烟 但是可以洗脚趾 哈哈哈 也不能裸露吧 裸露法 裸露 看四可而止 不要到那种 录到点 可是男生的话 录两点应该可以吧 男生 就是怕人家会举报你 所以尽量避免不要漏 哦 所以你通通都是录尖的 像那个Brian V 通常都会录啦 就是用手折折点 这样子咯 这样子有观众提过最无理的要求是什么 有没有觉得到一些太难的挑战 你真的跟你的手里做不到 有叫我脱 脱身内裤啦 就是直接叫我脱光了 我身一条内裤 其实我觉得做不到啦 太太无厉头了 因为 因为我本身是出来卖艺 而不是出来卖身啦 我觉得 就算你刷了很多礼物的话 我觉得 还是有一个尊严在啦 所以你最大的底线是去到哪里 就是不能裸露到 不能裸露啦 这么这么的程度啦 以前是做吊花的嘛 这样子你觉得吊花跟这个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OK 如果做吊花场的歌手呢 我们用女生来 女生的角度来看啊 其实是女生会很吃亏咯 就是吊花场的 反而女生吃亏咯 吊花场的歌手是吃亏的 因为观众就在下面 他们打赏你之后呢 你要下去回礼 回礼的时候过程当中 他就可能叫你喝酒啊 叫你做一些事情 他就趁机的摸了 就会摸你这样子 可是在网络平台里面呢 他们最多是语言骚扰你 可能他们是不会 他会撩你而已 不会直接身体跟身体接触 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啦 其实网络主播主要的收入来源 是怎么算的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他的赚钱模式吗 主要的赚钱来自 就是你们有薪水的吗 还是你们的收入大部分都是来自观众的打赏 其实是看Depens那个平台给你的合约 就像我的这边呢 是底薪是没有的 我们是没有拿底薪的 可是我们是用 零底薪喔 我们是用礼物来取决于你的收入 零底薪不是很压力吗 就是很压力的 因为 就是手停口停 对就是手停口停 就是如果他们没有在打赏你的话呢 你就没有了 而且如果你懒惰 突然间累了不想直播 就完全没有收入了 对对对 所以是非常的 每天都在步步惊心这样子 很挑战的 哦 那你做这个工作会很stress吗 呃 你会不会就是有时候 诶 这个月的收入很高 下个月突然间 啊 其实是有 有这种 起起落落 对对对 有这种心态 可是你一定要去克服 你一定要去 你一定要去 让每一场的直播 都是你的最会场直播 哇 最会场直播 就是你要把它当成是你今天 可以把多少的power 多少的魅力都要展现出来这样子 这样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平常是怎么讨观众喜欢的 你会怎么让大家喜欢你 其实我是一部分是用我的歌声啊 其实我是非常爱唱歌的 可以现在唱一小段歌文 你要听什么歌呢 说好不哭 哈哈哈哈 眼看着你难过 挽留的话却没有说 哈哈哈哈 你会得到的都 说好不哭让我走 哇 哇 这个是零修音哦 对零修音 然后刚才我假假合影了一下 哈哈哈哈 可是应该是错误的 应该是听得到啦 OK 其实我办过粉丝见面会啦 是粉丝帮你办 是我自己办的 我自己办的 他不要脸啊 对啦 我就是办过一个聚会 这样子的观众聚会 然后就是大家一起来 就其实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感动 就是他们真的会出现 因为你从一个网络平台 根本就不认识大家 根本就没有见过大家 可是突然间 大家一起聚集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很棒的 好羡慕哦 对因为我之前有办过 然后没有什么人来 哈哈 因为我觉得他的不同 你的这个观众群 说实话的话 可能会比我少 嗯 对 但是他的观众群 会比较中心 因为他的观众是 真的是那种 偷要送礼物的人 偷心偷废 偷心偷废 偷礼物的人 对对对对 我的通常都是可能小孩子 他们就手机滑过就好了 他们不会说 真的是那个影片从头看到尾 然后会刷你的礼物这样子 在今年 今年的生日的时候呢 我就有一些在东马的朋友 特地寄了礼物过来给我 我就觉得哇 非常感恩 非常感恩有这些观众朋友 还有一些是直接命我出来 要拿礼物给我 对耶 很感动耶 其实 其实真的 粉丝不用很 忠心的几个 跟朋友一样 朋友不用很多 如果对你好的几个 就真的够了 所以 够真的就好了 是 这样你会不会觉得 在网络的世界 比较开心 哈哈 在网络世界 可以做自己啦 在现实当中不能吗 所以你现在是没有做自己吗 没有 所谓的做自己 就是你可以 你要玩什么就玩什么 就完全不用去管 现实中也可以啊 现在拖椅也可以 跳舞 现实中可能大家会用 一样的眼光来看你 对我觉得 不要现实啦 不要现实 然后在网络世界 大家就觉得你玩的比较开 所以你想做什么 其实我每次在直播呢 我都当做是来解压的 就是可能我现实 现实是比较压力 然后来这边 我玩的很开 就像喝酒这样子 是哦 对就完全就是放开 因为我好特别哦 因为我通常听到人家想做工 都是很有压力的 对 然后你反而是在解压 对 其实我 我做YouTube我也不觉得 你算是在解压吗 嗯 我还是会有压力啊 因为我是每次都在想 这个影片到底 会有多少人看 然后我每次的那个 心情完全就受那个点击率影响 并没有理的前几集呢 就一千点击率都不到 我希望这一集 我希望大家 呼吁一下大家 这一集要帮忙 充一下点击率 因为也要让我的朋友 就是 让他有动力做下去 这个冰冰有理 如果大家想要继续 看到冰冰有理 这个大马 最言论最自由的 这个访谈节目的话 大家就要多多帮忙分享 因为我成立这个 节目的目的呢 第一个原因呢 当然是希望我可以 认识到更多的朋友 因为平常我的这个 节目都是一个人 或者是cover 就是找两个人在唱歌 然后这个节目呢 就可以有机会 认识到新的朋友 第二个呢 我发现到YouTube上面 很少这些访谈节目 嗯 对 很多那种prank啊 娱乐类的节目 但是访谈节目比较少 所以呢 我就希望呢 能成为一个 马来西要指标性的访谈节目 就大家想到 欸 你要做访问啊 你可以找这个YouTuber 所以呢 我就希望呢 成立这个平台 不管你是很有才华 嗯 或者是你是很敢讲的 有东西想complain 或者是甚至是 你可能今天 呃 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你想要筹款 之类的 我都开放给大家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 呃 你自己很有才华 或者是你有很多东西 想要分享的话呢 你也可以随时留言给 好 这样子呢 今天就很开心呢 能够找到阿雪特来 接受我们的访问 然后今天呢 也聊得很开心 那呢 希望大家呢 那记得follow我的YouTube Channel 还有我的Facebook 记得点赞 分享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怎么找到你 然后你们去APP 就是去Google Play那边 下载 uplive 然后这个是我的ID号 ID号 就在这里 不记得了吧 就写在这里 然后呢 记得来里面 关注我 然后我上线呢 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了 好 非常谢谢 那记得守住我们的病病有力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